CAS标章 CAS标签计划的发响 早在民国75年农发会时期 由食品加工科 推出优良肉品标章 事半推动计划 当时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情 推出优良肉品标章 由于做到品质与安全的把关 获得业者与消费者的支持 第一家获得验证的台序公司 业绩随即成长数倍 接着在民国77年 推出优良冷冻食品标章 也获得了很大的回响 并带给农委会无比的信心 之后考量每一类别都有一种标章 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 因而统一设计了一个CAS标章 CAS优良食品标志 于是在民国78年诞生 当时是采行双标章制度 其中肉品和冷冻食品标章 因为推行在先 在国人心中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随后农委会几乎每年 推出一类产业的验证 并在83年将所有标章 整合为CAS单标章 使CAS标章成为食品安全卫生的重要指标 我们当时设定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它的品质要优良 符合卫生安全的标准 另外呢 这个产品要 主要要是用国产的原料 这样子来提升国产农产品 及国产农产加工品的竞争力 而且它的品质呢 是经过卫生安全呢 是经过验证 那么这样子的想法 得到各单位的支持 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 最后才能够顺利推动 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 消费者意识形态跟着转变 对于饮食的要求 也从过去的吃得饱 演进为吃得好和吃得对 食品选购的考量 除了价格 更需要兼顾品质与卫生安全 及营养价值等 而CAS优良农产品标章制度 借由严格的审核 追踪查验 厂方自主品保制度的建立 和长期对消费者的教育 宣导等工作的推行 大幅提升了国内农产加工品的 品质形象 并促进国内农水续产食品 加工业的稳定成长 同时保障国人饮食的健康安全 随着产业的变迁 及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 需要验证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不过 CAS团队抱着一步一脚印 轻松做 欢喜瘦的心情 陆续推动HACCP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系统 并推动营养标识 为消费者确实做好食品安全的把关工作 在83年 推动优良及时餐食 建立便当和餐业新格局 发展出以18度C为主的鲜食产业 91年 推出生鲜结切蔬果 福岛产地初级加工 将农产品废弃物留在农村 将结切好的蔬果 以冷藏配送到食品工厂 学童午餐 大型医院 及科学园区等 大型伙食团 成为绿色产业的模范 提高农村就业机会 保障农民收益 创造产业价值 如此的努力和成果 不但对抗台湾加入WTO 所面临进口农产品的竞争 面对近来层出不穷的 外来食品安全问题 让消费者对台湾农产品 更具信心 也更显出CAS团队工作的重要性 以及CAS标章的公信力 目前获得验证的厂商近300家 产品高达5000多项 我想CAS标章推动到现在 一方面带给我们 国人的选购食品很重要的意见 另外在大型火石坦方面 采过他们食材的时候 也是一个重要的预计 所以这方面的成果 应该可以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欣慰 成就一件事确实不容易 CAS标章从推动以来 一直秉持着安全农业的理念 推动CAS台湾优良农产品 证明标章验证制度 不但成功地提升 国产农产品的竞争力 更获得了国人的普遍信赖 CAS已成为 国产优良农产品的代名词 我们一点一滴 一步一脚印的努力 虽然已经获得了卓越的成果 但是并不因此而满足 未来我们将不改初衷 以同样坚持与谦卑的心情 为台湾农业努力 持续推广CAS农产品 扩大CAS验证产品的范围 提升台湾农产品的竞争力 让台湾农产品揚名国际 未来我们更要把它推到道路 以及其他的市场 让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 看到这个标章就知道 这个是来自于台湾制造 熊战的一个优良农产品的标章 CAS台湾制造 熊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